谢霆锋出面回答与张柏芝复合传闻,近15次回复太心酸,网友听完纷纷竖起大拇指。 最近有关谢霆锋和王菲分手,同前期张柏芝复合的消息传得很凶。 港媒还头头是道地称是大儿子Lickers从中先线,谢霆锋和张柏芝才重归于好。 柏芝经纪人否认复合后,谢霆锋在4月25日也霸气否认了自己和王菲分手这一传闻。 关于谢霆锋的抉择,他也说出了自己的心声。我们先说一下张柏芝。 1. 第一次在荧幕前认识张柏芝时,他出演周星驰的喜剧之王。 当时的张柏芝精致粉嫩,惊艳了一代人。 可大多数漂亮的女子女都不好,后来的嫁给谢霆锋还为她生了两个孩子,最终还是没能换来丈夫的爱。 2. 如今的她离了婚带着两个儿子。 2. 张柏芝与两个儿子。 张柏芝是一位称职的母亲,一边工作一边照顾两个孩子,把谢霆锋的两个儿子照顾得聪明可爱又有教养。 3. 连婆婆拉姑都曾夸赞她是个好妈妈。 3. 张柏芝与谢霆锋。 而谢霆锋离婚后,与两个儿子见面的时间很少。 4. 但至少谢霆锋有一脸表现得很男人,她从来没有说过张柏芝的半句不好。 4. 如今的谢霆锋也与女友王妃相处得很好,虽然两个没在领证。 4. 谢霆锋与王妃。 5. 近日,男方被被问何张柏芝有无可能复合,谢霆锋15字回复太心酸,过去的事就让她过去吧,珍惜眼前人。 5. 既然当事人都已经释怀,我们这些局外人又何必在交迫? 5. 谢霆锋。 5. 不少网友表示喜欢谢霆锋的这份释然,纷纷竖起大拇指,也祝福张柏芝能早点找到她的真命天子。 5. 谢霆锋。